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京都,我們現在在京都川的附近 是東京走的橋,睽違了五年 沒錯 終於在京都拍Vlog了 上一次是多久以前? 五年前啊,在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委恩要離開,第一次離開日本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我們拜託一定要把我們能夠去地方都拍完 所以我們就來到了京都 對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超集中的 把近交關係都盡量狂拍了 沒想到明天之後過了一個疫情 終於要過來這邊 對啊,然後我們今天是要來出差的 所以這中間會盡量如果能拍多少的話 就記錄一些進度比較深度好嗎 地方給大家看啊 我們已經到了今天晚上在京都的五號要住的民宿囉 這邊真的太棒了 古色古香有沒有 超讚 而且我記得剛剛那個通行的人說 這邊好像165年的歷史對不對 真的是,對啊 不要亂摸 不要亂摸 吃飯囉 我們今天要自己做霜霜鍋啦 讚讚讚 那我們今天吃的鍋啊 是包裹自己本身也喜歡的 豆乳鍋 叮叮叮叮叮叮叮 你看這個肉臉 今天應該會吃得很飽喔 很嫩 肉很嫩 然後不會太肥太油 好吃 喔,雞肉超嫩的耶 真的喔 好肉 好肉 我們這屬於就是經典的和式早餐 好 日式早餐就想吃了 好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 兔雷兔雷聖場 對 這邊是五號還蠻有名的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它是 呃 到時候 一隻翼 也就是 休息站 對,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它同時也是一個 海鮮市場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欸,剛剛這區 大概看一下 是賣什麼的啊 就是以鮮魚為主 我們剛剛那邊是 剛剛這邊是 剛剛這邊是 對 那些海產類的 那這邊就是 現在目前是沒有看到魚啊 但應該是 新鮮抓的魚吧 超酷的耶 這魚市場 對啊 真的是 真的是第一隻看到休息站 這超大的貝 對 這是 基本水產的 這個 有點像蛤蟆齁 對,超大 大型蛤蟆的感覺 哇哇哇 那邊有螃蟹 去看一看吧 好 哇 你買了什麼 蝴蕾焼干貝燒 它剛剛新鮮烤出來的 哇 我吃起來好新鮮的感覺 完全沒有那種 海鮮的腥味 哇好好吃 它這邊雖然說 沒有到超級大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一定的規模 而且啊 它是不是那個 生鮮 然後熟食 跟一些 有的沒的都有 那該有的都有 我覺得還不錯 畢竟 畢竟它本質上 還是休息站 對啊 哇 哇 連扭蛋都有 感覺它現在都有啊 好我們來吃一下 這個這邊 現買的生魚片 那個 甘甜的味道 開始透出來 果然新鮮的就是好吃 好我們現在來試吃 這個當地柴油的 漬蟹 然後它還蠻特別的 就是翻過來 它這邊有超多軟的 好那我們來試吃吧 好吃耶 好吃的嗎 很好吃 好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叫吉原入江 然後它這邊啊 就是 有配合船 然後還有就是 河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好我們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橋啊 就是拍照往這邊取景的最好的地點啦 好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橋啊 好 吉原入江旁邊 還有一個水無月神社 大家可以在那邊參拜喔 我們今天的行程啊 其實景點都還蠻近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吃中餐 是在這一家 叫做Sakana Terras的店 那這邊啊除了是餐廳之外啊 竟然也有在賣海產 很愧是海之京都 該不會是自己挑了之後 然後它幫你烹煮嗎 也是有可能喔 這邊 感覺是這樣 真的耶 海鮮BBQ的感覺啊 真的耶 海鮮BBQ的感覺啊 等一下就是要吃這些魚啊 海鮮味好濃 我們今天用餐的Sakana Terras啊 可以看到河岸的風景喔 哇這個 各種不同的海鮮 各種不同的調理方式 這是讓人家看起來 就食指大動的 那我們就來享用這一餐吧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生牡蠣 海味十足 超好吃的 然後我來吃一下這個 超大隻的炸蝦 它這個蝦子啊 外表吃起來 表皮炸得很脆 然後裡面的那個肉呢 是屬於就是還蠻有彈性的 然後再配那個沙沙醬 很好吃喔 我們吃飽飯之後啊 開車也是超快 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 然後現在就來到 吳老塔這邊要喝咖啡 然後看風景 我們現在在吳老塔上面 然後這邊呢就是一樣 有360度的環景可以看風景 好我們現在剛看完那個風景嘛 然後現在來到 吳老塔下面的咖啡 Nanako 喝杯飲料 然後你看 它這個啊 Latteo特別的那個杯子 超可愛的 我們喝咖啡配美景的感覺如何 超爽的 超爽的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 Agarenka的附近啦 那我們現在搭船時間是三點 我們現在兩點半 所以要半個小時可以散步一下 對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又在港口啦 因為五賀這邊它基本上是一個 臨海的城市 紅磚倉庫這個東西 怎麼我們到日本 還蠻多地方玩一玩都會出現 對啊 像我所知的地方 像橫濱啊 韓館 然後還有一些城市也都有 Agarenka存在 我想應該是因為歷史上 某一個期間可能什麼開港風商 所以建築的風格都會比較相近 這是有可能的 通常都是港口附近的城市會有 對 對 好 好 好 所以 這邊的建築物寶植還不錯耶 確實是一個拍照打卡的好景點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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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要搭遊覽船 然後一趟大概是35分鐘左右 那每個35分鐘的Cruise就是這樣子 一路繞,繞過這邊 算是有點像港口這樣繞一圈吧 好了,搭了35分鐘 看到很多港口上的船艦之後 我們學到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逛Akarenka囉 坐完船之後我們還有點時間 回到Akarenka這邊繼續逛逛 看看有沒有什麼店可以買些東西囉 有海軍地方就有海軍咖哩 所以叫海軍咖哩 這五賀的海軍賽達就是西達啦 我還蠻喜歡到各地去喝 以及收集這種西達的 我們現在來拜訪已經有205年歷史的魚板製作公司 來看看它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魚板吃起來要怎樣 新鮮魚板 新鮮魚板 超Q耶 超Q耶 哇,好吃 好吃 好Q喔 來吃一下各種獎的魚板 好好吃喔 哇 這甜甜的 好好吃喔 這是我吃過最Q的魚板 而且 不是那種魚漿的很常見的味道 是像那種魚的比較像鮮味 就是那種乾貨透出來的鮮味 很好吃 好,我們今天的晚餐就在上店街的居酒屋 魚師小屋吃啦 今天晚上我們就吃這個生魚片大餐 然後呢,我們剛剛買的那個魚板 現買的魚板 就是直接請店內幫我們直接切好 好,來吃一個這個金木丁喔 還有魚皮 烤得香香的 然後魚肉的口感跟甜味都蠻好的 這邊真的是 這邊真的是 不愧是海滋精度 我們吃了超多海鮮 它這個啊 就是只有用有點像清蒸 簡單的醬油調味 然後它的肉質也是 還蠻有口感的 然後也有一點鮮甜的感覺 哇,我們來吃烤魚吧 它皮烤得超香的 然後裡面的肉也都還有水分 超好吃 然後再打麻煩 然後再打麻煩 再打麻煩 重骨